东汉三国祸乱的开端就是从汉陵帝开始 作为历史上有名的昏君 他的身上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当年汉皇帝刘志虽然后宫塞满 但是没有儿子 只能另立皇帝 所以有人就提名 说刘宏不错 有邪名 窦太后一听啊 这人行 这窦太后就是环帝刘志的第三任皇后 叫杜妙 大将军窦武一听了 也说 忠 这窦武就是窦太后的父亲 傅里两人同意刘恒做皇帝 真的就是刘恒有邪名吗 扯淡 那是因为刘恒才十二岁 十二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邪名啊 原因啊 大家都知道 窦武这个人呢 虽然是外戚 却喜欢呢 读那些经史 清静士大夫 认为宦官把朝廷搞得是乌烟瘴气 所以呢 他一掌权呢 就推荐了陈藩做太傅 这陈藩呢 一贯就是痛恨这个太监的 他发现大将军窦武也是有诛杀太监的想法 于是两个人呢 一拍即合 准备了诛灭宦官 那斗武就开始各种各样的人事安排 把之前汉黄帝时期党固的官员全部都给召回来 任命官职 共商 讨宦官大敬 于是天下英才 无不伸长了脖子 踮起了脚尖 他打算贡献自己的英明台日 不过这我就奇怪了 按照道理来说 这事应该是密谋 而这斗武和陈藩呢 他搞得跟广告宣传似的 有点意思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呢 天上呢 出现了日食 按照儒家的天人感应 说这个对士大夫不利 陈藩可能也觉得 斗武太磨叽了 于是呢 就找到斗武 你得抓紧时间啊 吃则生变呐 刚好咱们就以这次日食为由 把这些宦官们一网打尽 于是呢 斗武就找到了斗太后 跟女儿说 咱们汉朝的规矩啊 黄门尝试这些太监的职责 无非就是在宫里管点事 看看门啥的 现在呢 这些宦官呢 竟然参与镇事 为以要职 而且呢 这些人是贪污洪暴 无恶不作 必须要全部把他诛杀掉 扫进朝廷才行啊 这斗太后一听呢 咱们汉朝确实有太监作恶 但是也只是诛杀那些有罪的呀 哪有不分青红皂白 把全部都诛杀得到你呢 其实啊 他心里呢 可能这么想的 你把宦官都杀了 谁给我垂背按摩 谁给我跑腿倒马桶嘛 我这享受还没几天呢 是吧 这事啊 就拖了下来 结果又过了几个月 天上呢 再次出现异象 懂得心象的人就跟斗武说 说赶紧啊 天上的心象对大臣不利了 斗武和陈帆呢 听了心里一惊 终于啊 准备要行动了 于是呢 他们又做了一番人事安排 就开始呢 指控审讯抓起来的这几个宦官 这陈帆就挤了 这些坏蛋抓起来就给杀掉 还审个茄子呀 删 可斗武呢 很有法治精神 坚决要按照程序来 哎 这也难怪 没有证据 女儿不同意杀呀 不过呢 最终 还是把宫里的几个大宦官 向曹杰 王府给牵扯进来 然后呢 就是抓捕 可偏偏这个时候出了大事 公元168年9月7日 斗武按照程序呢 奏请抓捕 而这个奏书他也是按照程序递交上去 然后斗武居然从办公室就回家了 宦官们可就是等着这个时候啊 斗武号称通金时 他怎么就不去看一看 当年霍光四人辅证的时候 上官节他们就是趁着霍光回家的时候 搞的小动作呀 幸好当时的汉昭帝没有听啊 找来了霍光对质 他怎么把这段历史给忘了呢 主管奏章业务的宦官趁这个机会 赶紧就跟常乐武官时 也就是常乐宫的秘书助理 叫做朱宇 跟他说了这个咒书的事情 朱宇呢就偷偷地打开了这个咒书一看了 当时就火了 太监们谁放纵非法 你可以去诛杀 我们这些是良民有什么罪啊 凭什么要灭我们的族啊 就从这件事上你可以看出来 这么重要的咒书 斗武居然不亲自呈给太后 还要按所谓的程序 而且呢还经过了太监的手 咱不说杀太监对不对 但是就这个过程来讲 你说斗武势头猪啊 连猪都觉得委屈 朱宇呢当时就打喊 称番斗武想奏请太后非力皇帝 朱宇当时就召集了亲信太监 一共17个人 下血为谋 发誓要干掉斗武 那宦官曹杰啊 他也没忘记赶紧跟汉林帝报告 说行事紧张 你赶紧到前殿待着去 刘洪才12岁 害怕呀 曹杰就给了他一把宝剑放身 刘洪拿着宝剑啊 跌跌撞撞的就去了 后面呢什么奶妈宫女啊 围在身边护卫 曹杰带着这一帮太监呢 就跑到宫里 值班的上书台 逼着人给我写照书 让人迟劫 把抓去的宦官呢 给放了出来 紧跟着又回宫 劫持了斗太后 把玉玺啊 印信啊 全部抢到手 然后他就让王府带兵去抓捕斗武 相比斗武啊 这群宦官做事呢 真的是当机立断 雷厉风行 当时的陈帆听说有变 他没有兵权呢 只好带着手下的官员和学生 大概几十个人 拿着刀往外跑 刚跑出来就碰到了宦官王府 带着兵出来 直接就把陈帆呢 给抓进了监狱 宦官们对他呢 又是踢又是打 你这个老东西 看你还能够踩我们的园 扣我们的工资 可怜陈帆七八十岁了 当天就死在了狱中 这武一看不对 赶紧的就冲入兵营 说太监们造反了 立功者封侯 领兵就跟着王府呢 对质了起来 宦官们手上有玉玺还有诏书 他们就调集了 京城里的虎奔雨林 开始来增援 然后喊话 斗武谋反 你们都是皇帝的禁军 怎么跟着谋反呢 先投降者忧伤 这一声喊 斗武的兵就开始倒戈了 一下子就跑了个七七八八 斗武一看就我这个身边没人了呀 撒丫子又跑 这哪能跑得了啊 所以斗武呢 被租 那斗太后啊 就被幽居到了云台冷沟里面 外戚 士大夫集团彻底就报废了 从此以后 十三岁的汉林弟刘洪的身边 就只剩下太监和奶妈 太监们突然发现 没有太后 没有外戚 没有士大夫的朝廷 这才是我们的朝廷啊